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MSDN webcast的讲座 我是徐雷 我首先简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英文名字呢 叫Frank 有时候呢 会使用这个Frank徐雷呢 在网上 就是发表一些这个技术文章 另外还会参与一些这个技术的讨论 我主要活动的这个这个论坛呢 主要是这个微软的MSDN 中文技术论坛 当然有时候也会上这个英文论坛 这个英文论坛主要的板块这个是 也是和这个导演说相关的 就是比如说WCF这个英文论坛 就是去的次数比较多一点 因为呢 今天呢 非常高兴 也那个非常的荣幸 能够通过MSDN webcast的这样一个平台 与大家呢 一同学习WCF与RJX开发实践的这样一个系列课程 在本次系列课程的第一点呢 我们会介绍什么东西呢 这个首先我会介绍一下这个一个课程的计划和这个安排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因为本次系列课程呢 就是名称叫WCF与RJX开发实践 首先会涉及到两个技术 一个是WCF 另外就是RJX 当然贯穿的这个整个系列课程中呢 每次我就会都会这个给出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可运行的这个式例代码 然后呢 每一节的这个课程呢 都会是循序渐进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系列课程呢 会从这个最基础最简单的这个WCF与RJX这个例子开始和概念开始 然后我们逐步深入 一直一直到后期我们会介绍一些比较深入的这个这个topic 然后你们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喜好和这个技术这个情况 以及兴趣的来选择或者安排自己的这个学习计划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这个回顾WCF与RJX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展一个历史 然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WCF在这个SF框架中呢 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也是在很多很多WCF初学者中呢 常常有了一个疑惑 就是WCF我学习的它究竟可以了用来干什么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RJX的这个本质原理 最后呢 我们会给出这个这个一个纯RJX的这个demo 这个课程的难度不是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考虑到这个整个课程的收听者可能就是是WCF的初学者 或者说没有WCF这样一个开发的一个知识 或可能你也没有接触过ISB岛上的开发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都会做一个深入的 就是详细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 学习这个课程 你最好能够了解一下WCF的一个基本知识 这个问题 主要是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面向WCF与RJX这样一个开发的一个系列课程 然后 如果说我能提到一个WCF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概念 你能够迅速的这个回忆起来 把这些知识连贯起来 这个是学习对于学习本质课程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另外你需要了解一些ISB岛上的这个应用程序开发的一些这个流程和知识 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使用的这个开发工具呢 主要是VS Studio VS Studio 2008和2010都可以 这个是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WebDevelop 这个 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系列课 这第一节的这个主题 大概涉及到 刚才我就提的简单提了一下就在以下这个基点 第一个是课程规划 这个是介绍一下Donet Firmware的整个发展的历史 这一点主要是也是 呃我们就是结合今年4月份这个微软发布的这个 就新的Donet Firmware 4.0 我们来做一下简阳的回顾了解一下看我们这个Donet 整个的一个发展一个历程 然后呢我们会介绍这个WCF的这个基本概念以及它的一个发展一个历史 然后我会介绍这个WCF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学习经验和方法 这个为什么学对吧 有什么好的这个书籍啊 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呀 才能够这个啊 事半功倍对吧 就是我们能够节省 节省自己的这个学习时间 能够有效的进行学习WCF的一个学习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RJX的一个Demo 现在RJX的基本原理然后做一个Demo 这基本上涉及的这个基点 本次课程的这个基点内容 呃作为我们这个WCF与RJX这样开发实际的一个系列课程呢 我们的课程规划呢是怎么来做的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知识是 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知识 我们的知识呢 从早期的这个WCF与RJX这样 最简单的基础的概念开始 我们逐步深入 一次会介绍这个 RJX ISP的那个RJX的一些概念 以及它与这个 ISP档上的Web Service这样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 另外我们还会介绍这个ISP档上的RJX与这个WCF的一个交互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会顺便介绍一下这个非RJX的一个客户端 因为我们这个WCF支持RJX并不是说限制了 必须使用ISP档上的RJX才能与之交互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第三方的这个RJX这样一些类裤 Charles Group类裤 所以另外我们接下来会介绍这个Janson和XM 在XM和Janson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这种数据格式 在这个整个Web服务 无论是Web服务还是整个的这个X应用过程中 它是日益的就是更加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X过程中使用这个XM和Janson这个情况都非常的频繁 这个我们会做一下 分别开出两个系列课程做一下介绍 最后我们会介绍这个RJX的服务 什么是RJX的服务对吧 以及我们如何开发这个 利用这个WC框架来开发这个RJX的服务 最后我们会介绍这个 一些比较这个高级 就是说相对来说 比较高级的一些topic就是大家的一个安全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涉及到这个 不光是这个客户端的一个安全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端的一个安全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系列课程中呢 会步步为营 就是半步就班来做一个介绍 你会对这个整个WC法 相关的一些技术概念 作为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和掌握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系列课程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Donet Formwork的这个 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onet Formwork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是有微软提供的一个 一个呢 一个就是说一个呢 一个开发的一个框架 一个平台 一个统一的一个企业应用的 一个开发一个平台 它的目标呢 就是一个跨平台 以及这个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代码的这个 就是跨语言跨平台 然后这样的一个无缝的一个 一个继承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我们这个很多人相信 这个Donet的一个开发人员呢 都使用过这样 这样一个Donet Formwork 来开发一个框架 对吧 来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今天呢 使用了这个Formwork呢 已经到这个4.0版本了 然后呢 而且增加了许多的特性 对吧 嗯 那么在此之前呢 它总共经历了这个几个阶段呢 而且每个阶段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功能 那个改进或者说完善了 或者一个新的框架的一个发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Donet Formwork 这个各个版本 那个首先第一个版本呢 它它是在这个02年这个时间发布的 嗯 我们知道这个 整个Donet Formwork的 Donet的平台 对吧 是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呢 实际 可以在微软推出这个 之前前应用的这个 整个一个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框架 就是G2E对吧 或者就是加瓦平台 我们可以统成为加瓦平台 对吧 无论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网络应用程序开发 JSP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这个 G2E平台上 它就是 就是占据了很大的一个 这个市场份额 那微软呢 为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战略考虑呢 就是推出了这样导弹的一个平台 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除了 除了有各种各种开发语言以外 对吧 提供了各种类裤以外 对吧 它还提供了自己的这个 就是公共语言运行识 对吧 这个相当于我们知道相当于 加瓦的这个虚拟剧 对吧 这个整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而且微软在与这个 为了为了配合这个整个一个导弹 平台推出自己 在推出自己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就是叫VSTUDIO 最初的时候叫VSTUDIO.NET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们比较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可能很多人还在使用这个VSTUDIO2.05 对吧 这个 它发布的时候呢 就是和我们的导弹在2.0开始 这个 就在一起发布了 困盘发布了 然后这个 在VSTUDIO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三个比较重要的主件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WCF WPF 还有一个WF 就是还有一个Cartus Bias 这样 这样这几个 这几个新的主件 就是集成了导弹 FORMOKS 3.05的时候 也也就是做了一些改进 对吧 但是这个 改进相对的变化比较小 在4.0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一些比较新的重要的特性 也就是说在今年4月份一起发布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像DOTA FORMOKS新提供了一个什么变形计算的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可能很多人也已经玩我的特性了 我们WCF中也提供了一个这个 提供了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服务发现这样一个新的功能 如果你有兴趣呢 也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图呢 我们来来看一下我们整个WCF与导弹的房间和这个框架的一个关系 我们能看出来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导弹的房间和一直就是在不停的这个完善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公共运行时 语言运行时以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提供了这个基础的内裤对吧 这个微软封装了很多这个就是说我们常用的一些类对吧 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 不同的命名空间下面的这些一些基本的类呀 我们能看到 像我们使用的这个 是什么的Io啊 是什么的Beta呀 对吧 这些常见的一些类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封装到这里面了 然后另外在这个字上呢 我们看到2.0的时候提出这个WinForm 还有这个 SB.NET以及IDO.NET的这个 就是说这几个新的这个组件 对吧 SB.NET我们说这是 这是微软推出的这个针对web web应用程序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平台 对吧 它也是基于这个 导致上Firmwork的 对吧 然后这个WPF WCF WF Cart Spice 所以我们刚才介绍了 在3.1中推出了 然后 就是这个IDO 导致上Entity Framework 然后还有LinkQ 在3.5开始推出了 上面的这个并行的这个 并行计算 对吧 这个在4.0中推出了以后呢 可能现在可能企业应用的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下 学习一下 这个可能以后在我们很多地方可能会用到 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WCF 整个推出的也是 也是就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当然在每个版本中呢 比如在3.5和4.0中 并不代表WCF没有做更新 我们知道在其他的 其他的像这个SB导致 好的IDO导致 他在新版本每次推出 推出以后 他原原版本都会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些 扩展啊 维护啊 对 一些确限 一些bug的修改啊 都有可能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WCF 对吧 这个WCF呢 我在这里做一下简要的一个介绍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收听本次课程的 这个一些这个听众 可能就是相对的WCF这个概念呢 或者说学习经历相对比较少一点 那个我们在这里简要做一下回顾 方便你来理解我们本次的一个课程 WCF呢 这个全称我们做叫Windows Communication 中文全称叫 Windows通讯基础对吧 它是基于党内平台提供的一个 就是 集成了微软早期的这种各种 或者说 集成或者周刺这个微软早期的一些分析 是通讯技术的一些 一些的这个特性的一个新的一个框架 对吧 另外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构建这个 面向服务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这当然是指的是 基于党内上我们来构建面向服务的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应用系统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它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或者说是比较 好的这样一个首选的一个开发的平台或者框架 对吧 它属于党内的Formac 这个是 就是说没有没有这个争议的对吧 因为它在党内Formac平台中 它干的活呢 就是我们 我们所说的就属于数据通讯这一部分工作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它 集成了哪些微软的这个分布式技术 对吧 不一定要取代 对吧 有些技术是 是有些技术的特性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它是集成了 有些是取 有可能是取代了 对吧 但是这个整个WCF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编程模型 我们看一下 有有什么complus对吧 把它的remoting对吧 这个web service呢 我们这里不要 呃 不要就是说概念的 不要有时候混淆 我们这里指的是 sb 党内的web service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web service的一个开发的一个 一个组件或者一个一个框架 就是基于 微软的sb 党内的推出的一个 早期的一个web service 来一个开发的一个框架 WSE呢 就是web service enhancement 就是针对sb 党内的web service 做出来的一个 就是一个增强版 我们知道它里面 推出了三个版本 包括1.0 2.0 3.0 这里面都是三个版本之间 还不互相兼容 因为它支持的这个 WSE规范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WSE里面 其实做出了一些特性 我们今天在WSE里面能看到 比如说这个安全 它支持了一些 不同的一个 Security token 就是安全这个票据 对吧 然后呢 它还支持这个 当然这完全需要你自己开发的 就是说支持 这是不同的这个托管速度 对吧 我们知道 ISB党内的web service只能使用什么呢 只能使用RIS来托管的 这个是 就是说限制 这是有一定的现象 但是WSE已经尝试了提供这种 RIS外面托管的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要需要你这个 就是说需要你自己实现一些代码 这个呢 它是WSE 也提供了一些这个 一些的视力代码 还有SDK 你可以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方面的相关的文章 另外就是MSQ 什么微软消息对列 对吧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属于一个什么呢 属于这个 属于微软 就是微软自己提供的一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同学的一个平台 对吧 它是 也是构建这个 D有核的这样一个应用系统的 一个一个一个组件 我们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WSE 不是取代MSQ 而是集成了 就是很好的集成了 有这个MSQ的这样一个服务 我们在我们整个的 WSE 这种能看到一个绑定 对吧 应该说有几个与MSQ 这个相关的一个绑定 对吧 能看到 它是使用这个MSQ 逐渐服务的 Enterprise Service呢 就是COM Plus 在这个 在导致的平台上呢 一个新的一个称呼 它是分装了这个 与COM COM加这个通讯的 这样一些接口 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 导致的一些类呢 也来构建 那个COM Plus 那个一些特性的一些服务 对吧 我们可以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的托管的速度 WSE的托管呢 这个是相当灵活的 对吧 就是说我们从早期的这个 这个ISB 导致的微博服务 我们知道它只能使用 RSI来托管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 使用SB 导致 或者说任何的这个 就是控制台 应用程序啊 或者说WTF Windows Form啊 NT Service啊 COM Plus 作为速度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别的 对吧 RSI当然是也没有问题的 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托管呢 是整个的 这个托管是非常的简单的 比如说更加灵活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比如说我们个人学习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 啊 就是 空置台文件 对吧 我们直接就是叫Console 对吧 建一个直接建一个空置台项 我们自己来托管 这样学习呢 是比较方便 那我们可以直接建一个 IS托管的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 WTF的应用程序 这个也没有关系 但是选择企业用的时候 可能选到IS 或者Windows Service 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也要需要 就是说 需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的一个情况 来进行决断 我们这里就是说 介绍WTF这个托管的一方面的一个优势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WTF的整个应用程序架构中的一个位置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 说这个WTF的优点啊 但是我们WTF学习以后 中间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 这可能是很多WTF的这个 这个学习学习 学习者呢 就是说比较疑惑的一点 很多人在学习WTF的就是说 我学习WTF能干什么 对吧 很多人可能现在接受的项目 就是一直没有使用过WTF 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这里呢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WTF呢 就是修饰 就是基于这个 导致的一个新的 新一代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通讯的一个框架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提供这个数据通讯的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应用程序典型的这个三层架构中呢 我们这个 WTF做的这个服务程度 我们看一下它处在哪个位置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处在这个位置 对吧 处在表现成和业务逻辑层之上 对吧 我说这个服务程 我只说这个使用这个比较淡蓝色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我想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服务程不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知道 你如果开发一个简单的网站 我可以不分层 也可以实现 对吧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 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我们这个应用程序需要这个 开发一部分服务 对吧 比如说我 我可能我做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一些大型的那种 企业应用系统中呢 当我们需要给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企业应用 提供一些服务接口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单独开发一些服务接口 给第三方的这个系统来调用 对吧 这个 这个不一定 不要说我的项目必须要做实现 必须包括这个数据啊 数据访问 也有逻辑啊 表现成的所有的 完全的这个几层 完全存在的应用程序呢 才能算是一个项目 对吧 我们项目完全有可能只是做一个服务 给第三方调用 这完全没有没有问题的 对吧 刚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WCF服务 我们知道是是对业务逻辑成了一个一个包装 它会暴露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接口 就是说供其他的应用程序啊 来调用 当然也可以供自己调用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WCF RJX这个交互的一个 为什么借助这个WCF服务 因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交互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旁边我们看一下这有一个叫ESB企业服务总线 总线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对吧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平台是干什么呢 这是在大型的这个企业应用 就是构建 这个企业应用的一个就是集成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一般的企业就是会引用这样一个平台 再做了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服务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统一的管理和维护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可以在企业服务总线能构建一些其他的一些 日志啊 安全啊 审核这样一些功能 当然我如果在业务逻辑成 我直接调用其他的服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我的系统 比如说我现在构建了一个电子商网的系统 我很有可能 对吧 直接调用一些第三方的服务 比如说银行 对吧 我们知道 我支付宝的这些借口 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些 如果说你这个系统中调用的服务太多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在企业服务总线左侧和右侧分别有很多系统的话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 当然我企业服务总线 不一定非要链接到服务 我也可能链接到其他的一些数据员 一般的企业服务总线的 像BeastTalk或者说其他的ESB 这种提供的都是比较强大的这种适配器 就是说不仅可以进行链接这种服务 我也可以链接一下其他的这种数据库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 对吧 提供对Oracle啊 或者说SIP啊 或者说IBM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说系统的一些支持 这是很正常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典型的应用场景 就是说我们这个Web服务使用的一个场景 Web服务呢我只说Web服务使用的场景 并不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说这个WCF呢 因为WCF本身在某些情况下 他支持的也是属于Web服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当我们提到这个Web服务的时候 我们大家不要 呃就是说不要就是说概念上不要不要混淆 我们通常的说的这个Web服务呢 指的是一种技术规范 它并不是一个技术框架 如果说我们要说它是一个技术 或者说一个框架的话我们都需要和一个特定的一个平台来结合 比如说我们其的名字叫SB导弹头Web服务 这时候它是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开发开发框架 说它可以开发符合Web服务规范的这样一个技术框架 当然我们WCF也是可以开发出符合Web服务规范的这样一个一个这个服务 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对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能把Web服务和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开发框架相等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假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这个架构师对吧 我在这个 我再来这个呃构建我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网站的一个订单系统的时候 比如我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是我们知道现在电子商这个在线购物的网站非常多对吧 我们中国比较有名的这个淘宝对吧 京东啊像美国比较有名的这种亚马逊啊新弹啊对吧 我们可能很多人经常常逛这些网站购买一些东西 那假如说我们是这些网站的这个架构师呢 我们应该如何设计这样一个网站的一个购物的一个订单系统呢 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能上一般有哪些需求 通常来说呢我们这个电子商务的网站的购物系统呢 我们知道 就是说如果一个用户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他可以在干什么呢 对吧 他可以这个查询一些商品对吧 我们知道可以查询商品对吧 包括我可以下单对吧 你网站可以提醒我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商品是否当前是否有货 对吧 以及库存是多少或者单价是多少 当用户下单以后呢 我可以生成一个订单对吧 这个订单呢 这个订单到当时到呢 这个订单呢 会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这个 这种短线的提示啊 我进行订单的跟踪啊 这都是可以的对吧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呢 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假如说是 我们使用了支付宝对吧 我们可能要调用一些支付宝的服务啊 或者假如说我是 侯主机刷卡啊 我可能要调用一些银行的一些服务啊 对吧 服务的一些接口 当然这些服务呢 我们知道大部分服务是使用这个 去web service来开发的 对吧 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面向服务的应用架构就提倡了一点就是一个 跨平台对吧 跨平台的交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我知道各个系统的这个接口对外 基本上都是 严格中心某个标准的 对吧 因为每个网站 每个公司自己独立的这个开发的一个技术平台 这完全是 可能差异非常大的 就是同样我们使用导弹的 这样一个平台的构建的这个应用程序呢 可能我们的版本都不一样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框架之间的兼容性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基本上 其他我们这个使用的 比如说银行啊 库存 可能有可能另外一个系统 对吧 我们他可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一个关系系统 对吧 有可能是这种 温方募构建的 对吧 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电子商网站这个系统 我们不能没有没有这个权限 对吧 直接来访问他的数据库的话 那么呢 如果那个库存系统给我们暴露一些特定的web service呢 对吧 他不能使用 isb党的web service 我们使用加网来平台的web service 或使用当时节目来开发一些web service 供我们这个电子商网站的这个系统调用 这都是ok的 对吧 我们只要能够完成一些特定的这个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web服务的这个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或者说我们在soa这样整个构验soa面向服务的应用程序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架构设计中呢 他应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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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对吧 能可以知道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当然WCF也可以实现遵循我服务的规范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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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web service 那他能够开发那那完全他没有问题了对吧 他既然可以很好的那个与微软的这样一套的分布式这个技术呢很好的基层 对吧 他又可以对外又可以遵守这个web服务规范 那这跨平台完全没有问题 他对自己呢 对微软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平台的一个一个交互呢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他对外也没有问题 那这这个WCF他的优势就体验出来了对吧 然后呢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WCF学习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 就是也放到我的博客里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当然我也放到这个WCF的这个中文技术论坛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Google直接Google就是叫WCF学习经验分享对吧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实际学习任何一门技术呢 这个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说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应该说就是一些一些学习方法和一些学习经验对吧 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入门者 就是说我可能面对一个新技术形态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这个这个技术我应该如何 就是说他包含多少知识点 我应该如何怎么样学 或者有这么好的书籍对吧 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料呀 能够避免我少走弯路对吧 避免我这个走弯路对吧 就是说可以节约时间对吧 我可以把有效的时间的这个快速的掌握一些核心的知识点 对吧 对吧 这样这样的学习呢 就是说非常的有效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介绍一下这个整个WCF的一个学习经验和方法 我当时的比较可能大家关心的这个WCF的就是说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书籍 对吧 我感觉这个读起来十分的这个诡异 所以说我们这里直接取这个英文名的 大家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或者说下载电子版的时候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中文名字呢这个翻译成WCF服务变成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本书呢是比较好的一点的 就是说它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WCF的一些这个技术啊 知识点啊 非常的系统 我看是在这个WCF的这个书记中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程 这个作者也是目前也是微软的一个硅谷的一个区域总监的吧 他自己也是就是参与了WCF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咨询呢 一框架的一个设计的讨论的一些 讨论的一些工作对吧 也是非常牛的 这个第二本书呢 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要推这个WCF技术呢 这本书实际是我的翻译 呃 它的英文名字呢叫inside macsoft windows commanding 我简称就是inside wcf 它的作者呢就是加斯林什么意思 这个这个家伙也挺牛的 呃 他现在在微软这个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呃 wcf的这个data service的一个开发工作 研发工作吧 这个我我原来跟他联系过 联系过一段时间这个 他现在的博客上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内容 就是介绍wcf的 我们知道这个wcf data service呢 实际是跟wcf有点有点差别 但是他也是使用了wcf 它是构建的就是基于idu.net data service这个进行了一个改变或者一个升级 这个这个框架以前呢不叫wcf data service 之前的名字叫idu.net data service 就是说我们如何继续 这个一个就是idu.net 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直接提供一些数据服务 这个呃 他加斯林斯目前在作证盘 这个中文版的名字就是企业 名字叫什么wcf技术内容 这个相对的是介绍的比较深入的一本书 呃 虽然短短 呃 两三百页吧 这个 这个里面的内容是 在 因为在这本书是在07年 呃 就是说在07年的时候 这个加斯林斯米斯就是 呃 就已经写出来这本书的功力相当深 后他就写 写整个的这个wcf完全是从里面 把wcf给这个完全肢解了 就是说我从内部的角度来 介绍我这个wcf的整个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功能 这个与很多的这个所谓的wcf的这个 一些学习数据是 就是说这个分析出发点是完全是不同的 可能很多只是在介绍这个wcf如何 如何使用如何学 但这个人家 呃 加斯林斯米斯呢 这个wcf从里边一块一块的给这个 就是说完全肢解了 完全剖析了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整个wcf这个内裤的 之间的一个调用关系 其他这个对战的消息对战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推荐的一个论坛 就是我推荐的这个wcf中文技术论坛 另外一个就是说 微软的这个wcf英文技术论坛 对吧 中文论坛呢目前我在维护对吧 之前是傅仲凯在 呃 就是说他在管理这个这个这个板块 然后这个板块是相对我们国内的一些wcf的一个技术爱好者呢 比较多 过来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是不是也会讨论一些技术论坛 我个人也会收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技术论坛 发了上 目前呢这个氛围呢 呃 我看在国内的这个技术论坛 他是整个的微软的一个中文技术论坛 还是比较 专业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广告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这个学习氛围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wcf的英文技术论坛 这个英文技术呢 我们知道这个是微软推出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wcf的学习者 推出的一个网站 这里面基本上包括了 微软的一些开发开发工程师 技术知识工程师 微软的一些全球的一些技术 就是NVP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 你的问题 比较有难度的问题 在这里基本上都能得到回答 或者说得到提示 这个我在里面有时候也会 上去逛逛对吧 包括自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也会使用一些发一些英文的写字 都在里面参与一些一些讨论 你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遇到一些技术问题 实在是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 微软wcf的英文技术论坛 就是说进行发帖了 现在寻求帮助 这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个是也比较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跑步好学习wcf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技术点 我当时提到了 要必备的一些技术 支持msq对吧 还是非常有web service 对吧 就是还有conplus 对吧 这些这些问题呢 但还有wse 对吧 我之前也写过系列文章 你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网上 google一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 我我建议你 就是说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下 就是避免 这这样我这样说的一个主要问题 也是避免 大家就是在在在我们看到的一些 介绍wcf的一些技术文章的时候 或者书籍的时候 我们读了之后呢 还是无法理解到底这个数据描述 描述是什么意思 对吧 比如说他提到什么 可以以什么程度上来托管 对吧 iis 多种的这种数据来托管 wcf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过呢 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 sv.net web service 没有接触过这个 没有接触过这个msq 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这个 这个之间对比到底是对比的 有哪些优势 对吧 这个知识大家有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文章 了解一下 这个有助于你学习这个wcf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ajax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ajax 现在是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在web应用程序这个领域呢 已经说是应用的是 基本上是随处可见ajax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ajax 我们知道他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可能给我们 这个 用户的这个交互呢 提供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对吧 他他显著的特点呢就是这个 无刷新对吧 页面无刷新技术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可能个早期的这个 动态网页呢可能完全不同 对吧早期我们知道网站 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整个网页提交给服务器 在等待这个服务器返回数据 对吧 现在呢他只是ajax呢 这个整个带来的全新的体验 使这个ajax的这个整个的应用呢 迅速的火爆起来 对吧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ajax的这整个的一些 一些概念 就是说什么是ajax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技术 或者说一个全新的技术 对吧 他为什么就为什么能火起来呢 对吧 他核心的一些知识点是什么呢 对吧 这些问题呢实际 我们在自己的 学习过程中 或者说在一些面试的一些问题中 经常会碰到 对吧 但当当你理解了这些问题 或抓住了这些 大家根本质的时候 你就学习 或者说面试的时候 游刃有余 对吧 很多问题都赢了解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 他的全称呢叫 Synchronous Javas Group and XML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异步的Javas Group和 XML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吧 他完全呢 就是说不 并不是说一个全新的技术 他为什么是基于 JAS Group IPGDP XML 这些已有的这个Web的一些 技术啊 脚本啊 就是说来实现了一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对吧 他这个只是个缩写 JAS Group 只是一个缩写 这个呢 这个技术 对吧 我们说他实际是有微软这个 微软这个 微软这个 微软发明了 对吧 微软这个发明了这个JAS Group 但是当时不要也是 但是 他这个流行呢 确实和Google的这个应用呢 嗯 这个 我就是说密切相关 Google是应该对JAS Group 这个整个推广是 是公不可没 嗯 我们 我们现在再 看一下他的特点 对吧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 无刷新对吧 这个能带来就是良好的 用户体验 另外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很 很好的这个JAS 框架 包括我们提到 JAS Group JQuery 对吧 这个都是JAS Pro 都是这些 很好的一个JAS 框架 缺点的可能是为了 破坏一些浏览器 这个后退按钮的一个正常行为 这个在 早期的IE中呢 可以出现这个问题 就知道IE呢 有一个后退功能 对吧 浏览过的 嗯 以前的网页 它会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点击后退按钮的时候呢 可以正常的退 退到以前的这个页面 但是啊 IE8的时候呢 IE8之前呢 这个会在IE的流行器 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说 可能你持有RJKZ以后 这个后退按钮就不正常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IE8里面呢 就是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修正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Trump流媒体的支持 没有Flash 好 这个 这个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吧 我们可能在很多时候关注 大家可是 就是我们要的就是 它这些优点 优点的一个最大化 对吧 这就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个整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在98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第一次提出来 然后应用产品中了 这个是在水贵软的这个 Extendia服务器 部门的这个 Afterlook Web Access 小组 这个他们来实现 对吧 当时呢 就是内嵌了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待会儿 会介绍 就在XML HTTP request 这样一个对象 05年的时候呢 05年的时候 Google呢 大量应用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很知道 但是如果大家现在使用数分以前呢 Google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输入 比如说WCF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WCF的 WCF学习方法 WCF学习建议 WCF论坛 WCF论坛 WCF书记 可能Google会自动提示你一个下拉框列表 对吧 让你选一个这个关键词 这个呢 就是Google的叫Google的 搜索建议 或者叫搜索提示 这个呢 我是我们非经常使用到 因为Google在Google地图 Google Earth 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Google的应用程序 我们知道 也是非常炫 他也是基于阿加克斯技术实现 还有Gmail对吧 还有Google讨论之后 包括现在 现在呢 我们知道在 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多网站中几乎 没有网站不用阿加克斯技术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简单 学网站 只有几个电台网页 这都没有办法 那大部分网站基本上都使用了这个 使用了这个阿加克斯技术对吧 包括这个 当然这也有阿各个阿加克斯技术 这个提供对阿加克斯的一个支持 这个也分不开了 当然我们现在在未来的这个 MSG技术论坛中呢 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 他使用了一个阿加克斯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就是我们铁字点击以后 他会自动把你铁字 所有的内容东西加了进来 对吧 他不需要整个post 完全点进去看 看一个新的网页 这个也是阿加克斯应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加克斯词语的一个发明人 对吧 这个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哥们呢 就是叫 Jesse James Garrett 对吧 他在2005年2月的时候写过一个文章 对吧 这个文章的时候 他第一次提出阿加克斯这样一个名词 之前是不叫阿加克斯的 或者说 去使用这个技术 但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写了一个文章叫什么呢 a new approach to web application 这个这个牛人当时是在公众工作的 他提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章呢 主要说他们部门里以前已经尝试用一些技术 来开发一些web程序 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胖客户端 与售客户端之间的这个界限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胖客户端就是像我们这个文方的这个程序 对吧 说明应用程序对吧 我们知道他的界面绚丽啊功能啊 非常强大呀 对吧 这是胖客户端应用程序 经常我们看到 当然CLite也属于这种胖客户端应用程序 flash也属于 受客户端 像我们这个一般的web的 HML页面啊 这可能比较简单 界面可能我们知道 并不能像web服务实现的功能那么强大 嗯 什么方法能够 弥补这样一个缺陷呢 对吧 web页面早期是必须 经过这样一个刷新对吧 这样一个过程 才能你才能浏览一个新的内容 对吧 与服务器有这样一个交互过程 但我们知道这种web 可能就看不出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他们当时提出的这样一个 技术呢 就是 就是叫ajax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胖客户端 与收客户端之间这个这个 差别这个问题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ajax的一个本质原理 这个作为介绍呢 就是非常的重要 呃 我们知道ajax的整个那个核心呢 就离不开这样一个一个组件对象 叫xml hgb request 他可以模拟实现所有的这个 呃 hgb请求 对吧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标准的一些 呃 这个hgb的一些位置啊 对吧 host get 对吧 这等等这些这些一些一些一些标准的一些处理方法 对吧 他来负责和ajax服务端呢 有一个一个交互对吧 来获取啊 或者来提交一些请求啊 然后呢 我们返回为客户端的数据呢 我们再做一些 用ajax服务端再进行一些处理 对吧 那再再更新这个页面 对吧 这个就整是整个这个啊 啊 x的一个一个核心的一个组件对象 这个在我们这个学习中呢 还有这个面试中 我经常会会有些东西的概念 嗯 当然了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实力化问题 因为它是嵌入到这个AIE中呢 但是这次早期的时候 我们AIE是通过几个这个扩展插件来来实现 在5和6中呢 他们整个的一个 啊 这个实力化的这个这个 这家属我们实力化这个 就是 插件 扩展插件这个对象的一个语句呢 这在勾搭环着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经常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 对大家的功能的时候呢 会遇到这个浏览器一个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同样是AIE的 几 5678 这可能是几个 它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吧 那我们Fivebox啊 还有其他的这种 Google啊 浏览器啊 对吧 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浏览器 它可能内嵌的不只是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或者没有装着一个 或者那个插件 对吧 我们就无法实力化 这样一个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XML ID 就是这样一个对象 当然就无法 无法与服务器进行通讯 对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整个的一个 做一些简单的一个demo 对吧 我们现在构式建议的带户可能就是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 ISB党类的对吧 或者不需要ISB党类的阿加克斯 我们也可以开发出一个 阿加克斯的一个 微微应用 我们这个事例呢 就是 我们知道很多人 可能很多接触这个 ISB党类的 或者说其他网站 一些开发的一些成员 那就是容易进入一个 误区对吧 就说我阿加克斯是不是必须用 ISB党类的阿加克斯 才能开发出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不是这样的对吧 我们现在今天呢 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的 最纯洁的 一个阿加克斯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 任何第三方的 这些整个一个 一个阿加克斯的一个 一个框架 我们就来实现一个 阿加克斯的一个功能 这些功能是干什么呢 我们包含一个 ITM的一个精彩网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里面欠了一个 加克斯的一些代码 他干嘛呢 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实力化 我们那 刚才那个对象 嗯 在服务上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 放了一个文件 对吧 像什么呢 像什么就是文本文件 对吧 里面写了一个这部串 我们加克斯文后呢 会上这个 服务上把这个 加克斯文后把这个 文本文件里面 内容给读起来 然后呢 再通过一些语句呢 显示到这个 ITM页面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demo 这个非常的简单 对吧 我们现在这里构建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 VS Studio 2008 当然2010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已经写好了 一个这个这个demo程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刚才就是我提到的这个 他只有一个这个 这个这里面只有一个支付串 我们看到 hello一次 prose ajax test 对吧 只有一个支付串 待会我们那个程序会读它 对吧 然后这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HTML静态页面 它里面会欠了一个这个 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提到了 刚才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实体化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加护士group 我们有一个函数 他分别做了几种判断 对吧 我们知道 不同的浏览器呢 我们这整个这个实体化的这个加护士group的语句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做的就是一个 就是把这个返回的值 我们进行一个绑定 对吧 我们知道这比较重要的几个 几个这个 状态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 APP的这个request的200就是这个正常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看这个核心的一个语句呢 就是open get 什么什么 对吧 我们这里有两个参数一个使用get的方式 我们读取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页面的一个设计 设计模式我们浏览一下 我们看有三个空间的三个空间对吧 这个是出现名 当然我这个是为了演示 这个是没有没有 随便放空间都可以的 在我们会读取这个空间里面的值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会掉那个 人家使的这个方法对吧 人家是call 对吧 他会把结果呢放到这个里面 放这个空间里面 现在我们呢就来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选右键 然后web in broad 如果你是中版的话 就是在浏览器中查看这个 我们使用的是英文版的这个VS Studio 这是2010 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有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输入一下什么呢 输入frank 序雷对吧 我们点一下测试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开始 这个就是返回结果了 对吧 我们当然也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 一个存储价格的一个势力 对吧 他完全就是从服务端 这个读取的这个 我们知道那个文本里面的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再点一下测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整个浏览器 我们观察一下 浏览器是无刷新的 对吧 而且这个这个整个呢 这个地方 就是说已经返回了我们服务器端 那个文本文件的一些数据 这个呢 正是 呃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天呢 做了这个存储价格的一个 一个势力 对吧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 呃 非常简单的 对吧 大家 就说回去之后可以把这个文件 这个下下来 对吧 把这个代码下来 然后本地自己调试一下 然后这个可能需要你安装这个 这个导览器 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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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有可能不需要 应该不需要你装那个 导览器 可能出现这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现在 我现在这个做个demo的这个 浏览器呢 就是属于IE 如果使用的就是IE8 对吧 你可以使用这个 你可以做一个这个 嗯 嗯 做一个这个demo 然后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整个为了考虑浏览器的先生性问题 这里面定义了一 就是这 这 不停的实力化 呃 不同的实力化的这里这个情况 我们就是做了 呃 分别不同的这个判断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为了针对这个 早期的浏览器 我们使用这个 对吧 这个就叫IE5啊 IE6啊 对吧 还有这个 我们 IE8就支持 或者IE7 我们支持这种方式 直接实力化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Opera 对吧 对吧 因为这以上的办法也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这值得比较值得注意这个问题 对吧 其他的一个 请求方式就比较简单 对吧 这个 这个你在实际项目中应用的时候 就是根据你实际实际情况 不一定非得说 我是把我的返回的数据 配方的页面空间 对吧 我可能对吧 做一些新生生一些新的这种 页面空间 对吧 我的地方不一定读的是这种数据文件 我也可以读个数据库 对吧 完全是可以 对吧 这个实际的这种项目中 可能我们应用的这个 这个阿加克斯的这整个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 比较 就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的学习一点 就是说我们阿加克斯 不一定要依赖任何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平台啊 或者说框架 我们完全就是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干净的纯粹的这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阿加克的一个有demo的应用程序 嗯 嗯 行这个这个 呃demo文件呢 我们会 呃就是说会上传到这个 会和这个 课程的这个视频呢 一起上传到这个 webcast的这个 网站上 大家可以使用那个report呢 进行下载 或者说直接到 网站上 这些webcast的网站上 这个下载这个 这个是个的这个视频代码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当然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存在加克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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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如果说呢 嗯 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 可以当然也可以跟我留言或者到外论台发帖子 我们可以一起再讨论一下 这个是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 我说的这个demo的一个运行环境 刚才我提了这个 i8加这个导人设计3.5 这个导人设计3.5 是针对这个 WCF的 WCF 对大家的支持是需要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是目前是不需要的 这个单位环境 我们 大家 注意这个IE的版本就行了 然后 嗯 因为IE5和6 我现在没有做测试 IE9 白的2现在我们知道也已经发布了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做一个确切的测试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那个 如果在使用的IE一调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呢 大家 这个 就是说 来修改一下那个阿加克斯的那个 阿加克斯的 我们刚才的demo的精彩页面里面的加速度交本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做一下判断 这个 嗯 Google的一些浏览器可能不支持 对这个我们demo可能运行的不是很好 或者说其他的浏览器啊 你可能这个 或者说什么 coco的这个浏览器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收购的浏览器 这 我们知道除了这种 几个大的这个 这个常见的浏览器以外 还有很多这种 其他公司出的这种浏览器 各个版本可能对阿加克斯这个支持是 嗯 都有差异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自己做demo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一下 注意这个整个的一个开发调试的demo的一个环境 嗯 如果也 嗯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 我 就说我们还可以在论坛里面 再讨论一下 这完全没有问题 嗯 这里呢 我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嗯 来收听今天的这样一个 嗯 这样一个课程 对吧 嗯 非常的开心呢 与大家那个共度一个 嗯 一个美好的这个 一个小时 然后呢 嗯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这个作为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节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课程的这个 基本规划呀 对吧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回顾的一个导内特 还有包括达罗斯研夫的整个的一些 一些基本概念 还有基础知识啊 包括我介绍达罗斯研夫的整个的一个 在soi这个整个的一个架构中 它处的一个位置啊 对吧 还有我们的阿迦克斯的一个这个本质的一些概念啊 嗯 如果 如果我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嗯 就是说 或者说 你还希望更深入的学习一些这个 这个WCFARL的开发时间这样一些 这个后续的一些系列课程呢 我们 就可以 可以在 嗯 就是说可以在后续的一些课程中 我们会增加一些其他一些知识点 你有什么建议呢 也可以 就是说 留言给我 嗯 我的这个个人网站就是 嗯 www.frankshilid.com 对吧 就是我这个英文名字的整个的一个 小写 然后就是.com 对吧 就可以了 你可以找这个网站 然后呢 嗯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在下课程中呢 我们就会 介绍一下 就是说 关于这个 阿迦克斯 与这个 ISP导书 我有服务的整个的一个交货的过程 那次课程中呢 可能我就是 嗯 需要详细介绍一下整个我服务的相关的一些概念吧 就是说 嗯 嗯 嗯